夏老师刚刚用整个国运 把今年可能产业的脉络勾勒出来 但是阿曼达你今天给2024年 注决叫做乱世兄年拨乱反正 这里让我有一些些的紧张 这里又让我有些些的期待 来先来看怎么用星座来预测今年全球经济 今年全球经济 我觉得我分了几个时间点 想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所谓坏的 应该这样讲 其实今年一整年整个经济的波动 都会是起伏非常大的 好就是说有非常多好的机会 但是也会有非常多 你一个不小心你就会跌入谷底的 然后呢 而且这样子的一个期间的变化 是非常的迅速的 我觉得这是今年我们一个大方向 大家都要记在心里的 因为我们机动性要很强 非常强的 方向不对就要赶快调整 对 好然后呢 我觉得会分为两个大的时间点 就是首先在4月2号到7月15号 这段期间比较相对要注意的是 因为这段期间呢 首先我们讲4月初 我们会遇到一个星象上的就是一个 牡羊座的水逆 水星逆行 很多人大家对水逆很有感 加上很快的就有一个 一样是在牡羊座的这个日食 那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呢 其实我们觉得就是世界各地 可能这种战火可能又会有一点这种 再次发生的机会 而且呢可能不限于一个地点 那再来就是除了实际的战火之外呢 我们讲现在很多商业战啦 经济战啦 各种什么生态 有没有气候战 其实在今年大家都会很有感 不管是你说 可能我看新闻 好像发生在这个遥远的某个国家 但是这样子对我们自己 蝴蝶效应 对 多多少少都会有影响的 我觉得这一点是可能需要去注意的 所以战争 你看宜巴战争现在也还在打 然后俄乌战争其实也还没有停火 再加上很多产业的贸易战 今年恐怕还是会顺销成商 那再来就是合作生变的意思说 我觉得这分为几个部分 就是第一个 如果今年大家很生活上的 我们有一些事业上的一个这种 我们讲说合作要洽谈 比方说我们可能想要一起 创个什么事业啦再谈 看起来好像谈着谈着 好像快要成的时候 会突然刹那之间出现 意料之外的变化 而且很有可能什么 我觉得提醒大家 如果你真的还有在洽谈中的 不管是你的构思任何合作机会 没有真的定案之前 不要透露给其他人知道 因为很可能你的创意容易被人家窃取 或者是呢 我们可能这个合作方案大有前景 有人觉得好像不错 我想要分一分跟 或者是这个挖墙角的这种情况 今年都会出现 OK 所以不能打太有这个信心的如意算盘 对对对对 他要做更多的防备的动作 对对我们讲事已逆程嘛对不对 所以说在整个事情没有定案之前 我们就稍微忍耐一下 不要太兴奋太开心了 想要跟大家分享 这样子风险会很大的 OK 那另外一种情况这段期间 我们也会看到很多人跳槽患直 或者是原本我们觉得还不错的合作伙伴 发生一些状况了 那这里就特别提醒大家 有时候我们说合作伙伴 我们相处很久了 很信任对方 可能那种仗也不是常常去关心 那今年可能这个部分 特别在这一段期间 如果你觉得最近怪怪的 好像怎么感觉这个生意做得很好 我好像收到的进账 还是跟往年差不多 你就多留一点点心眼 我们不是说合作伙伴一定会怎么样 但是有时候可能他也会有失误 或者是没注意到的地方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大家都留意一下 了解好 所以是大概第二季 四月到七月 这一点可能特别要注意 那比较好的部分呢 我觉得其实像我刚刚讲的 一整年都有很多好的时间点 但是特别在九月到十一月二十 这一段期间呢 只要看准时机可能会身家翻倍 那为什么 机会在哪里 应该这样讲 这一段期间你会发觉 其实很多老师会说 这段期间好像也是 是市场的波动很大啦 可能会有很多这种不好的变化出现 但这时候我觉得就是考验 大家有没有认真收看我们节目的时候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有经验 或者是你对于很多风向的敏锐度 是够敏锐的话呢 你会在这段时间看到好多 你觉得这个都是买点 这个都是买点 而且你只要观察对了 很可能就是我们讲 可能过去我们要去欧洲玩 你觉得为了省钱 对不对 我买这个经济舱还要换好几次飞机的这种票价 有机会升等 有机会什么升等 直飞头等舱 好 就是说这一段期间 这个我们讲说真的是有非常多很棒的这种 我们讲说它会翻好几番的这个机会 OK 只是说我再三强调啦 这个今年要赚钱 其实像刚才这个魁国大哥说的嘛 你一定是要很有经验 所以你这时候就要蹲马步了 没错没错 这时候在的胜率会比较高 会比较高 如果在投资领域的话 想要投资的时候呢 能够结合AI跟人文 我们可以创造最大的效益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大家可以都可以感受到吧 其实AI产业的一个发展 真的是势不可挡了 对 好那可是过去很多人会觉得 AI的这种运用 目前啦可能是比较有点冷冰冰的 对不对 还是那种比较像是机器人 或者是一些这种 我们讲说机器的一个运用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 或是你自己去发想 它再带有一些人文关怀的话 多一点点从AI的技术 加上一个人的温度温暖的话 会大获欢迎 这是如果你自己有心要去创业 或是做这个自己主动做的话 可以朝这个方向来思考 更生活化 更生活化 然后更符合我们需求的AI 对 那或者是要投资领域的话 如果这个领域是 我们讲说比较带有些艺术性的领域 比方说你自己是一个艺术工作者 我是一个艺术的这种领域的人们 但是我可以把一些AI的技术 运用在我现在的艺术创作上面 这个也会在2024年大有可为 了解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可以好好的去发想 或去判断的一个地方 再来第二个要投资的话 我觉得还有几个就是 跟情绪相关的领域 怎么说呢 因为2024年 我们讲流年冥王星要换星座 好那这个对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都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其实刚才几位老师都说 2024年其实你会发觉 很多领域的变化很快 那只要变化一块 其实我们自己心里会有点焦虑 对 所以确实在2024年会发现 身边你会觉得不开心的人 甚至有一点点真的是焦虑 抑郁的人其实也是蛮多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 那更个跟情绪有关的领域 其实就是一个投资的好机会了 比方说你看大家现在看吧 你打开购物网站 或去一些百货公司 那种抒压疗愈的小物 是不是卖的特别好 这就是跟情绪有关系的投资 你看很多上班族都知道 上班族那个办公桌上 很多这种可以捏的小可爱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用品 其实都在有抒压 舒缓我们情绪的一个作用 美食算不算 美食也算 旅游观光算不算 也算 就是任何你能够想到 跟我们情绪可以让我们更快乐 或者是可以让我们抒压的 这个相关领域产业 其实都是大有可为 消费性电子可能也有的值得期待 因为你可能大房子买不起 你借由买一些这个消费性电子 对没错 我可以觉得好开心 我每天下班之后可以这样子抒压 好这个我觉得这个领域 都是可以去投资 或者是你自己有兴趣要从事这个领域的话 可以去好好把握机会的 这有呼应到产业的转折 因为消费性电子在今年 大家也期待它开始要复苏了 以及美食 在国际情势不好 但是内需我们够强 对 情绪方面的投资 那再来就是宠物相关行业 好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你看现在 其实我身边也蛮多人 你说养小孩当然也是一回事 但是对于宠物的花费 也是越来越舍得花了 我在路上逛街推测啊 里面装宠物的比装baby的还要更多 对然后你看到宠物的衣服 就是宠物相关产业 现在有宠物的洗发精 宠物的保健品 然后也有很多什么宠物的这个美容 你知道这个领域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商机 好所以总之整个宠物的 大的相关的一个领域 我觉得也是2024年要投资会很有机会的 好 再来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建议大家 居家工作相关 怎么说呢 其实受到疫情的影响 或者我们讲说现在很多AI的一个 一个技术的发达 你会发觉在家工作的机会 跟时间越来越长 是 好可能我像我遇到很多 就是一般公司的上班族 过去我可能每天都要进办公室 但现在开始可能从2023开始 或是现在会越来越多 我可能一个月只要进去一周就好了 我开会可以在家里视讯会议 对 没错 公司什么 我只要每个人发一台notebook 我只要花电脑的钱 我可以省下一半的租金 因为同人不需要那么多 同人进办公室 我场地可以省很多 好所以在家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多 好那这时候呢 一些相关的配备 比方说你看像我讲 我把公司的notebook带回家了 笔电 对或者是呢 我因为笔电 我是不是要去买一些笔电价啦 怎么样 或是整个居家 我在家里 我可能也不是在餐桌上工作 我会布置一个小小的办公环境 那整个周遭的整个设备设施 这个部分 网路也很重要 所以网通产业可能会一直更好 对 所以这个朝这边来发展的 发想的话 我觉得都是今年要投资 可以去关注的领域的 OK 好那我们来看财运 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呢 想要累积财富 其实是心切的 也就是说今年 其实因为真的是 我们讲太动荡了 所以每个人觉得什么 你看感情也不一定抓得住 对不对 身边的朋友也常常改变 钱是我的就是我的 所以每个人想要累积财富的心情 其实是更强烈的 那这时候我就要提醒大家 像我前面讲的 机会很多 但是你一定要警防诈骗 太重要了 太多了 太多名人 可能像祝华姐有遇到吧 很多人会假冒名人来欺骗 这是一个你一定要小心的 或者是呢 很多我觉得就是各种诈骗手法 真的是层出不穷 没错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一定要谨记在心 就是说要投资 那我们要把钱当钱嘛 所以去找到一些合法 或者是我们讲说比较可靠的管道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是一定要注意的 不要加入陌生的赖群组 不要加入陌生的赖群组 对对 再来就是呢 好好存钱这个部分 其实也是要提醒大家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讲想要投资 我觉得跟存钱 这是两个可以并行的 也就是说所谓的存钱就是 第一你投资一定要有几桶金嘛 对不对 那我这边是要提醒 特别是比较年轻的朋友 或者是我们刚踏入 刚开始投资的朋友们 有时候我们不要太急躁 就是说我与其 我现在只有一点点的部分的积蓄 我就觉得 哎呀我觉得这一波涨势不错 我要赌一把 这个风险太大了 不如我有耐心一点 好好的先存 存到比较可观 而且有一点那种预备金 万一我真的亏掉一部分 我不影响我的生活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做投资 以及我觉得好好的存钱 除了实际的金钱之外 提醒大家 存储蓄投资观念也很重要 好我又讲了 要多看我们的节目 为什么 因为我有钱了 我想要投资 可是我要去投资什么领域 不是你有钱了 才来看节目 才来做准备 我现在想要投资 我就应该每天收看我们节目 为什么 我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我听听主持人的重点提示 我慢慢去储存我的投资观念 这个在2024年你会发现 如果我从现在 就是现在就开始的话 我慢慢去有培养我的这种观念的时候 我到了第三季 我想要去做投资 我才能够这种讲什么 就是一次就成功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去注意的 而且慢慢的培养你的盘感 对一些大盘或投资趋势 有一些感觉真的要进场的时候 也才有一点点基础 没错没错 那另外我觉得可以分析一下 像房子的这个部分好了 今年很多人也会问说 老师那房价会不会跌 对房价会不会跌 我要讲会有一些波动 但是呢可能跌幅不大 大家会观察到房价 可能会从四千万做一个分界点 四千万以上的房子很难买 几乎卖不动 四千万以下的房子可能抢不到 好就说因为大家 你要去买这个你知道就是 豪宅卖不动 对但便宜的你又抢不到 对所以今年可能在量 还是会比较焦灼 对对对没错 没错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那职场上呢 我觉得要提醒大家 找出自己无可取代的技能 这太重要了 因为为什么就像我们讲 AI真的来了 好 AI真的来了 已经在后面追赶着我们了 那我们怎么样不会被AI取代呢 你要找到你自己 特别的擅长的技能 比方说好了 我虽然是一般上班族 但我沟通能力还不错 那可能我们讲科技的沟通 还不如我比较有人文 比较能够你知道就是有一点感情 带有感情的沟通 这个AI目前还做不到 没到 或者是真的是你自己去想 属于自己的一个专长技能 然后专注并且强化它 这是很重要的 再来提醒朋友们 今年如果没有很明确 谈得很好的条件 不要轻易创业 不要轻易换工作 因为大环境真的没有那么的理想 如果现在的工作 现在的环境是OK的话 我觉得我们就再多忍耐一下 在现有的工作当中找到乐趣 然后去享受它 我觉得这是2024年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太好了 谢谢Amanda 请先回座了 这特别是最近过完年之后 领到的年终 不如你心中的期待 现在正在打算说 我要不要干脆就范儿老板换工作 但是你有十足的把握了吗 或许现在心中很多人有这个念头 提供给你做参考了 讲到了AI AI去年横空出市 在今年势必还是整个产业的重点了 那如果机会这么多 到底怎么样在今年蹲好马步 然后去把握第一季 跟第四季行情的高峰 休息一下 可可老师告诉您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